德国紧急救援部门11号称 一艘邮轮当天在德国北部 波罗的海 梅克伦堡湾海岸起火 七名船员均已获救 据当地媒体报道 目击者称当地时间上午9点15分左右 听到一声巨响 随后很快看到邮轮冒出黑烟 报道称该邮轮悬挂德国国旗 占有约640吨石油 用于在海上为其他船只提供燃料 救援部门当晚表示 火势已基本得到控制